音樂 之前在疫情前 就是我們接到一個就是大概清晨四五點 然後社區總庭就是有 就是不明的人是暈倒在那邊 然後就經過詢問之後就發現 欸 大家都是路過的人這樣 然後發現他可能沒有呼吸心跳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是拜託 當下包安的這位男性幫我們做CPR 然後他也聽從我們的指示 協助包安人做CPR 一直到他身邊 事後就掛斷電話了 結果他就很開心 他打電話進來居然是想要跟我們 線上指導的人說聲謝謝 我就覺得說很感動 他只是一個路人 然後經過我們的協助跟指導 他居然覺得對我們也是非常的感謝 那我就是說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心 那我們願意提供很多的指導 然後讓他們能夠協助更多的人這樣子 因為我們特殊過去在外勤的時候 那常常會遇到的災害跟一般分隊不太一樣 可能就是現場是局限空間 或者是說三喻守舊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案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女性的優勢是 因為我們身材比較小 所以我們可以很容易的進入比較小的空間 但是跟男生比起來 畢竟女生的力氣就是不太足夠 那這個部分就是跟男性比較大的差別 也就是會可能使用人戀的方式 那或者是使用輔助的工具 常備版或者是籃式單架 類似這樣的工具 對去輔助我們女生力氣的補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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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